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节有个许珊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话说这个引号流亡去台湾的林荣基 上当年他有一个铜锣湾书店 因此他其后也吃着2019年的众筹 或者站在他们那边的人 都能够得到一些钱 课金给他们 为香港人出一分力等等 或者不要再受到打压 竟然这样的东西可以趁着那段时间 筹期筹到160多万港元 后来就开了一间铜锣湾书店 在台北的西门町 又挂了什么光时旗 后来也有一些移民台湾的香港人 都会去那边打卡 甚至乎姓蔡那位女士 就走到书店 写了一张连龙牆那些 支持香港人 民主自由等等 真是驱忘义 过一刹那 可谓他人生的巅峰 林荣基 随着这些所谓什么光时 革命那些 热潮的冷却 甚至乎他拿那个位置来住 即是他本身在书店里 例如他收银机后面有个位置 有一块链 就有一张绿架床在后面 躺起来 省下一些钱 看到他经常在乎 就说想有台湾倒门的身份证 其实被他捋了这么多年 我记得好像是去年的年尾 就真的给了他身份 可以叫做正正式式 就在台湾订居 如果大家有留意 他都叫做只剩半条人命 就有肺癌 肺癌 现在不知道他搞成怎样了 那个身体状况 不过店舖似乎不行 有些人就说 什么赖清德是否收他做一只棋子 都等他在那里 多他一个不多少 他一个不少 是不是有个象征意义 Come on 不要想这些了 不需要想 这些林荣基 基本上 刚才提到 Memo子姓蔡那个上来 那一转已经是水尾 可以叫他来支持 他也是为了选票 或者是为了他们政治目的才来 有没有现在姓蔡那个他都没做 有没有有空要去林荣基书店打牙交 没有 有记者来的 要有这些政治show 那就会去 你有没有见姓賴那个去 没有 都不认识他 认识他老鼠吗 现在香港的议题 已经不能够再拿来炒了 那就不会拿来做什么政治光环 你们喜欢就在搞集会 其实当地的赌民都不记得这些事了 只想有没有香港人来旅行 那就最重要了 其实真的多番不少 香港的朋友去到台湾旅行 我去到台北 或者在我身处的台中 那些夜市 都多到听到广东话的声音 甚至乎我那边是住宅区 我自己住那里 都见到有些香港人在附近经过 见到他们在七十一 买了一袋二袋 在讲广东话 似乎是想着回酒店 我不知道去逛 有时间去逛 再回来 其实多了这么多香港人来到台湾旅行 是不是可以抽少少时间 去见一下林荣基 还爆笑 现在见到西门丁 不是西门丁 西门丁 丁盖 说他的书没什么人来买 为什么通关后 香港人不是怎么来的 生意很惨淡 很惨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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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他从西门丁 都是一个旺区 一般搬到台北的古亭 古亭 古亭那里 都比较旧 他跌落地 拿回银沙 都叫做接运斩 又有台大 又有师范大学 又有学校区 有些人买书 都会挂 哪里有人买你香港什么什么 别傻了 大学区是相当大的 你那些横街宅行 是不会有人特意来找你这个傻佬 他就胜赖了 你想想 如果香港人来台北或台湾 多数都是自由行 如果这样的话 顺便过你那里走 就算不买 上来跟你打牙交 带香港特产给你吃 这样也好 不是 他就说了 又在这里赖了 因为有23条 制造了寒蟬效应 令到不少香港来台湾玩的朋友 以前 记住 以前 现在不是 会买一些香港出版不了的书 例如朱耀明 出的那本《烤钟者》 不知香港不能买 会在他那里买 他说为什么 现在23条 大家怕会犯法 所以不敢带回香港 那是不是关事呢 你不是全书店 都只得这类型的书 你可以买一些老夫子 牛仔 在那里买都可以 或者一些 香港可以带回去的书 即是觉得可以带回去 例如张小嫻 或者九把刀 你都放在那里 你放在那里 香港人可以帮忙买那些 起码都给你一些生意 你赚一下 没有 这些人可能 他都不敢肯定 怕触犯法例 虽然都会来看书 他会找你吹水 不过就不会买书 他说 美国 加拿大 英国 香港人 买书的需求 没有什么受到影响 那为什么又养你不起 那家书店 他现在不知是否想 想拘捕货金 还是拘捕别人 给他钱 还是过去帮忙 其实他在西门丁那家 都好像做了4年 我自己都见过 有些移民台湾的朋友 走到那里拍照 跟他在光时的旗 一起打卡 他说现在 他说现在的人 就直接不买 例如说香港的论述 都不会买 例如研究香港的街道 灯牌 我都见过有类似这些书 香港的历史 究竟是怎样 在八年抗战之后的环境 等等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买这些回去 其实是可以的 例如那些林夕 都有类似 写下自己的情怀 都可以买 我不信不买得 你都有的 林夕那本书 为什么有价值 这些生意额 以前来说 每天都有五六千元新台币 也挺好生意 他说23条立法之前 记住他自己说 他说23条立法之后 每天的生意额大跌 只剩一千元新台币 这个笑爆嘴 我想他之前应该有报大条数 这么厉害 没什么人买 我都说过 成品 就算成品是书店起家 他也不会说 那么好买 那些书 为什么这么大间 他有其他的 杂不勒 野食 或者很有设计味 甚至乎文具 这些便多些人买了 再者他会是整个商场 这样开 就给一些不同特色 有品味 或者设计味 等等 那些店铺也要进驻 要营造一种气氛 你可以有个商场 再出租一些地方 出去给人 让人进来走 感觉会舒服些 他是要这样做的 他卖书是死定的 如果你说他每天 生意价跌到一千元新台币 那是怎样呢 为什么会那么大事呢 我都有8个 他本来书店 只是租金 都三万元 其实算便宜 算便宜 他自己在里面住 我也觉得OK 算便宜 这样的话 如果他只是 一天只剩一千元新台币 生意价 正值剩很少 他连租也不够钱交 因为要扣书的成本 还有灯油火纳的 电费不太贵 台湾的电负是挺划算的 所以人们用到 电力也不够负荷 就似乎这样 再加上电力的供电 就差一点 他说人们不是买书 或者会买一些小说 或者台湾历史 那些软性的书 带回去 他也说 23条是会有影响 但没想过这么严重 好人来就不要性赖 如果这样的话 那些人买小说 都买爆你 买几本 同一款 买几本 买多些 让你定得住下去 继续撑住 那为什么那些人 不帮你撑住 那当然有原因 根本上整个抗争 都没有了 推潮了 不会对于离散港人 特别要过去看看他们 感受一下他们的情怀 没有了 那还好笑 就在那里 归咎别人 又不准我们贴街招 又不准我们贴广告 在楼下贴出来 不可以随便贴 不行 这些不可以的 贴张东西都不行 你不是有民主自由的吗 可以贴的吗 民主自由就不关事 很多大厦条例 是很严格的 我自己住的都是 很多古怪怪的 例如香港的住屋 公屋也好 私人楼也好 不知道大家没有发觉 有人会把鞋放在门口 台湾不行 可以罚你钱 自己的屋子也罚钱 那些管理员 不是只眼开只眼闭的吗 怎样罚 有的 有这些是条例的 他会先拍照 然后贴一张东西在门口 如果你不放进去 都罚得挺重 可能千多台币一对鞋 一对 你再大件点 再贵点 放在楼子也贵点 还说大厦管理员 刁拦他 其实他也想搬 现在跌落地也拿回叉沙 业主决定收回单位 所以另外选择地方继续经营 很搞笑 他说那些说话 最重要是人无事 人平安 无人理你 林荣基 有些已经去到北上消费玩 对于自己要搬铺 他好像没什么帮他 人生有起有落 是一种转折 有初之有难过 亦有快乐的地方 这个就一口笑了 你这些气质 台湾方面给你个身份 让你留得到 我觉得已经算是这样了 没有趴你走 这些用完即器 最好趴回香港 不过也是 如果台湾方面赶走 你也知道这些人 口口不收 港队有这么夸张 就这么夸张 就像之前那样 他为了要乞球的身份 他敢死说 如果共产党打到来 他可以上阵去杀敌 帮手 你有肺癌 只剩下半条人命的 学什么东西 他说要搞这些 你怎么打 打什么 打手板你都不行 他也觉得 除了这里 他现在有点像是批钱的情况 是为什么呢 希望可以保得住他的书店 他说有些在台港人 如果遇到一些生活困难的时候 也可以来这里寻求协助和询问 问你有用吗 我上网找一些不同的群组 也有很多 不用关心你 不用找你 还好笑 在台湾倒门方面 他说我倒门方面 现在和香港都面对同一个政权 所以很多台湾朋友 都会开始关心相关的议带 那有没有上来找你谈一下 有没有上来买这些书 老实说 只要你问我 我在岛内所见 其实你说内地的问题 是不是那么多人 那么害怕 我还是那么担心 我之前也提过 例如抖音神曲 在台湾的KOK里面 十大的歌曲流行榜 有五首 长期都接近有一半 都是抖音神曲 而且之前的科目三 学内地跳 或者看抖音 其实很多 台湾的小孩子 都有看 有听 有玩开 即是TikTok 甚至乎一些YouTuber 都会去到内地 拍一些旅游的Vlog 或者影片 都会见到不少 甚至乎一些 如何在内地转机 又会影响内地生活 究竟是怎样 过程是怎样 都会有的 就不像林荣基 说到那么有对抗性 那么疯狂 老一辈可能有一些 会有点 但年轻的 例如一些手游 即用手机玩的 其实很多台湾的年轻人 都会有玩 即米哈游 可能你未听过 但你上网搜索 其实是否真的 那种敌对性 或者那种对抗性 是那么夸张 好像大家准备要开火 其实又不是这样 因此 林荣基 你再吹这些论调 一来 你只有吹字 也是不是这么重要 要守住 你这个铜锣湾书店 还有 你想当年铜锣湾书店 事件的记忆 那些人已经不记得你 甚至乎 已经是没有这样 连那些香港领领面 街的人 自己都回到内地玩 还会哪里人会理你这些东西 所以就不要那么疼 下跌了心水 如果有得吃就吃 有得睡就睡 如果你有什么身体不舒服 就找个病去医院 就医一下就算了 就不要搞那么多 好吗 或者大家看看 放长双眼 看看这家店的什么时候倒闭 还有你纵筹那些160万港元 已经是你人生用尽最后的福气 拿到这一笔钱回来的了 我不知道你花了没有 那你算下来的数 那你算下来的数 就是药莽接近600万新台币 那时候来算 我不知道你兑成全台币 没有 如果这样的话 你只是3万元个月租 你一个月打本的话 600万 不用很多年就消灭了 虽然生活指数会便宜些 但通胀其实也很严重 就算搬到古亭那里 也是这样的了 更加没人来 很难去那里 即是你坐的士又不是 你在西门町那里 都还可以叫做行上去 或者叫做大街大行 都容易找到 哇 你古亭那里 如果你问我 不是开电单车的话 你要截的士才行 的士都要临时停一停 就很快下去 因为会堵住后面 很窄 你开这里死定了 我贴披死定了 究竟林荣基这间铺 可否养了他 或者让他住到中老呢 这里就不得而知了 你再说什么抗争 都没人理你了 好 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